这么长吗这个视频 揭露行业 内幕 自从就是张家元就抓了我 听了他所有的demo以后 我就明白为什么刘一见到我要躲了 到这个程度就没什么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魔女TV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啊 AK 那就有请我们的好朋友 来AK 老四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我们最近你看 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 我们叫魔女制作团 简称女团 你看我们的横幅都给你准备好了 怎么样才能够变成这个百万富翁呢 你要在我们这里通过三轮运气考验 然后迎娶我们这个呱呱乐 轻轻松松 我跟你说我最近上了一个闯关节目 得到一个冰箱以后 自信心就是无限膨胀 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 叫做AK为何这样 我们把你那个黑历史啊 集中了一下 来我们第一个 AK为何被赶压的上架 那这是谁 这是谁 认识吗 右边这位应该是我们的AK老师 AK老师我很受不起 你还听 你还听 你希望什么时候呢 刚才根本猜不到我能够冲冠成功 连我自己都没猜到 我们也没有猜到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报名上前冲了 去之前前几天吧 反应是什么 视此如归 就是咱们一定要拿一个冰箱回来 不不不 我觉得就是能到哪里就到哪了 这么简单的关卡 我还是没有自信过 还不让这个关难一点 然后这样大家都不过 现在没有那么丢脸 结果没想到 诶我居然过了 成员知道你拿回去大冰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他们都不相信 但是我又 我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那个冰箱 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大冰箱了 再来一个新的冰箱 他要他要 可以可以到时候寄给老师 假的 那你有没有作为中间人介绍你的队员和这个待人朋友们 有了有了有了 我说赞多你见到天空自己 第一个圣巨兽 第一个圣巨兽 大家都会爆笑 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有一个外国人见到他的第一件事 好 我们下一个为何 英特万流彰为何每天都在打哈欠 我 我确实打哈欠很多 我们看一看 哇 这么长吗 这个视频 也没有很长了 但你就能反思一下你自己为什么 出道不久的艺术生涯里能让人剪成这么长打哈欠的视频 好 差不多得了 回自己看吧 一般每天睡多长时间 这个份情况 能够睡饱的时候睡八个小时 那为啥老子老大 我不知道 我说睡饱了还是打哈欠 很奇怪 但是困的时候打哈欠肯定会多一点点 我看你还在那个就上网课 哇 这个真的太痛苦 尤其是请现在已经开始工作的朋友 你去回看一下你的高考的那个数学题 你就想要到我现在有多头大 高速统计都不难我感觉 那一期高质量的歌词 是上线的周期 我觉得我的产量还是算蛮高的 去年吧 我平均做到一个月一首以上 那每次写完一首歌要给多少人听一下 以前给了很多 现在不给了 自从就是张家元就抓着我听了他所有的demo以后 我就明白了 我就明白为什么刘宜见到我要躲了 demo 我要是拿着手机从自己门口出来 然后一眼期待的看着他 他就说我吃完了 然后就会上去 但就这样子 刘宜都是这样子的 嘉元其实给我听的demo都蛮不错的 只是就是他抓着我一手一手的往下听 把他电脑里面的十几首全部听完了 我 啊 好 那除了咱们时间成本以外 还需要有哪些投入 情绪上的投入吧 money确实要投入了 这个钱是我该花的嘛 有些年轻运人你要记住一点啊 不是说你给的钱多 那个制作人给你做出来的办法都就好 还要告诉一些公司啊 我要揭露行业 内幕 很多就是一些收你很多钱的制作人 他会把歌交给自己的小弟来做 哦对 是的 是的 你要是质疑他呢 你又会不太好意思 就算你是假方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出来 那是因为制作人 要么就是他给小弟做了 要么他就没有百分之百的用力去做 但是你可以选择行业内口碑特别好的制作人 很多年轻的制作人啊 他有很多的才华 然后他也有满腔的热血陪你去磨很多东西 他不在乎这个这个东西 他也在乎 你肯定给的越多他做的越好 就是对年轻制作人来说 就是我们那个啥 我们节目有一个令人心动的demo 和令人心动的logo 打拌身在这个logo上 OK 令人心动的logo已经被别的艺人拿走了 我可以给你们说这个logo 真的吗 跟头曲没有 你没事吧 哎呀我现在有太多歌正在写了 我在这里打个广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现在在准备很多非常不错的内容 给他查过去了 忙 忙点好啊 留一个不要的 我不要demo 我因为马上扔垃圾桶里都不会让他问事 我们就是垃圾桶 垃圾桶 倒也不必吧 啦啦啦啦啦啦 就用这个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还说 你需不需要那个飞行嘉宾啊 我那些好友们 我都可以推给你们让他来上节目 那有没有就是推销过自己啊 也有过 就是我只说过一次 然后那个人同意了 直接跟他说 哥我想跟你合作一首 然后这是我的音乐 你觉得OK吗 他觉得我的一些音乐还蛮有意思的 可以是 就是合作一下 你一起合作一下 您是谁啊 No int1 刘章 为何总能获得哥哥们的宠爱 我在有咱们团内 我不能算年纪小的了都 我也无聊 纯靠真 他们是年纪都比我大 如果没有AK 他们就查的就是我 哈哈哈 有AK的话 查的就是AK 所以我很喜欢AK 实话 我一定要把AK随时带在身边 这是实话 因为我是就是那种乖孩子嘛 他们看到我就会觉得 非常新鲜 没有开发过的 温室里的花朵 他们就可以就各种开我玩笑 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如果处于食物链底端的AK 也能拿捏人的话 你能拿捏谁 我拿捏不了任何人 你有在能查的人 有啊有啊 张家元啊 张家元是太好查了 因为他自己总是做出一些 就是可以让你查的一些东西 都不用翻旧账 那你就是还很容易被骗 哎呀你骗我 我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别人 他们也只会开玩笑的时候骗我们 也不会吃亏 所以就没关系 真的能骗到我的人 我觉得以前会 但是现在不会那么容易挨骗 还有另一个小刘 前两天被骗了两万 两万六千八 这能追回来吗 这么多啊 就是你骗子给撞上我 特别信任载人看 啊好可好惨 我觉得这个不能怪你 你只是就是比较善良 比较善良 比较好骗不是错 我觉得怪了还是那些坏人 哎呀 都哭了 我们下一个AK为何能快速的从连皮肤都不会带的业余选手成长成最佳的对抗路 就是一个是葛教练真的 看一下字幕 真的 哎呀看过看过 羞恥羞恥羞恥 都看过大家都看过 就是能浅教一下我们这种菜狗如何上网组 我真的连这几个人我都分不明白 就他们混乱到一块去了以后 我就说这人也太小了呀 这 到这个程度就没什么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如果你要在这种游戏上上分的话 你就必须得有carry的能力 就是你预设你的队友就一个人聚坑 这句话就是对我的队友们说了 因为我最近经常在练马超 我就是会手速很快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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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屏蔽九个人再继续开始玩 因为就是会经常被队友骂 哈哈哈哈 麻那和林默那个原歌 solo还赢了 为什么总是林默在发微博 就是因为他输了呀 打不打赌 林默就是跟我和柯玉的单挑 好像都是输多赢了 我们无论拿什么英雄跟什么英雄单挑 他好像都会输得比较多 因此外在节目里面打游戏的氛围也特别好 开黑的时候就也这么冷静不会上头吗 我们开黑的时候那肯定是疯狂互相吐槽的 比如说张远你怎么这么菜啊张远 比如说张远你怎么这么菜啊 张远怎么那么菜啊 他一看他过来了 他说全团里边唯一能拿捏的就是 我没说拿捏 我说我能插的就是啥 我拿捏不了他 反正 来我们下一个 AK为何临近音乐节异常紧张 嗯这个很正常啊 你看不知道我们要说的点是不是 不是正常那个紧张 让我砸水 哦是个紧张 不会砸水 不敢砸 后面还有一个 这是粉丝帽给推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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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好羞耻 哎呦 往下啥 往下啥 晚间啥 救救我 救救我 咱们砸水的学不学会 就是砸水的一个事情 我试一试 你心里边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压力啊 还有一些翻车的 就撒到后边这个乐队的 还有还有那个抽人浇花那个 浇花 有些人把瓶子扔下去砸到别人吗 我特别怕这个 我特别怕这个 我哪怕就是抽人浇花 我都不能够把水瓶子拿撒一下去 这个撒水还挺重要的 别到时候撒到乐队上去 没问题 我一定会好好练习 怎么撒怎么撒 就这样 哎呀 野王来了 这也是食物链底端的人是吧 他其实还好 他不是真实食物链底端 只要不聊那个梗的时候 他就还好 感觉像是领导来视察了 他就是 他就是第一队判路的发言就是这样子 而不接他的茬啊 而不接他的茬啊 你马超厉害 我没说自己马超厉害 我说林莫的原哥太太了 哈哈 你通话成员名无相当 在采访中拉财队友 哇 兄弟 哈哈哈哈 好 来 我们第一个AK的为何 就全部结束了 给呱呱乐 抽一下 哦 这个是一个抽奖的 我跟你讲啊 小宇 刮一张 抽出来一百万 哦 我这个数字很有意思 988 哦 你倒过来 988 988就是988 你们写反啊 哈哈 算你988是吧 好 来 我们赶紧 马不停蹄地进入我们 第二个环节 英特广流彰为何是氛围刺客 这是我的幽默感 你们都不懂 但是吸毒身体 怎么可以出了如此冰冷的文字 啊 它是那个 男团顶流 飞扬扬 为了橘子娱乐未来 咱们得变大变强 就是说 我们这个任务是 说完一句话就在后面加个嘎 我就不说 我叛逆 啊 我们这游戏都被你玩垮了 没关系 我就是这样子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